2D超声刀 现在我们进入主界面 这个是操作手柄 3.0 4.5探头 运营做面部操作 现在我们来介绍仪器的一个界面 这是我们专业模式界面 这个是我们的引导模式界面 如果我们要操作面部 或者是身体的某个部位 可以进入 如果我们要进入它的一个主界面 专业模式可以进入这个界面 当然做身体也可以进入这个界面 更直观一点 现在你来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总宽度 通常我们会设定为10不变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发数 通常设定为25个点 如果操作额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18到19个点 操作于面部的时候 我们设置为25不变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间距 点与点之间的一个距离 它更精准 不会出现漏操作 我们通常设定为1.8到2.0即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线间距 你要打断条线 可以根据这个来调节 最多可以打11条线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 来设定发数条线 然后我们通常会设定为1.8 或者是2.0打4条线 或者是6条线都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教 通常我们从0.5开始 给客户去操作 操作在1.5的位置就可以了 从0.5到1.5即可 大家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我们探头的一个识别码 4.5探头 它的识别就是显示为4.5 这个是我们仪器跟探头的一个零件 仪器跟主机的一个零件 那如果它呈灰色状态 我们要把它关闭电源 重新把它擦紧即可 这个是我们已经操作过 使用的一个发数 这是我们的一个总发数 1万发 这个是仪器的一个编码 然后这个呢是仪器这边 操作当前使用发数 你给客户操作多少发 它就会显示为多少发 这几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储存模式 保存模式 开 关 切换 好 好 好